9月28日 《鱿鱼游戏》的导演黄东赫接受采访时表示 暂时没有第二季的拍摄计划 因为拍第一季的时候精神和肉体都很累 还表示在拍摄第一季时 因为拍摄太辛苦 他掉了六颗牙齿 加上制作过程漫长 他一直十分苦恼 害怕剧情有漏洞 所以一直在修改剧本 导致自己的压力特别大 《鱿鱼游戏》是由奈飞出品 黄东赫指导 李正采和朴海秀等人连妹主演的一部网剧 主打惊悚悬疑题材 于9月17日开播 这部剧围绕着数百名失忆的人展开 他们被邀请去一场神秘的游戏 在这个生死对局中胜出的人 将获得1000万元的奖励 夹杂着对生存、财富和成功的欲望 这群人开始了对拼与竞争 由于游戏一经开播就风靡全球 话题讨论度一直居高不下 因此也让许多观众都十分期待续集 不过黄东赫也只是表示 暂时没有第二季的拍摄计划 至于是否会有后续跟大家见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